本音评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037章滚出华夏 村正一幕亮呛后退 她一脚坐在地上 脸色苍白 她浑身的力气 好像在那瞬间被抽空了一般 一个柔柔的女生传来 不好意思 家地给大家开个玩笑 各位可千万不要当真 这个声音又甜又柔 让人听了如沐春风 随着声音落下 这个柔美声音的主人 缓缓地走了出来 她一袭洁白的长裙 甜静的脸上似笑非笑 却赫然是郑双双 骤然见到她 叶浩轩差点失声喊了出来 但随即她回过神来 她不是郑双双 她是千叶锦子 看着她款款而至 叶浩轩有种错觉 眼前的这个女人 正是郑双双 她似笑非笑的脸颊是那么的熟悉 那么的真实 一如第一次相见 切 没劲 我以为真的要切腹呢 没想到还是怕死啊 哈哈 狗屁的武士道 估计只有在电影里能看到切腹吧 真遗憾 我以为能现场上演一次呢 扫兴啊 围观的人 纷纷表示遗憾 比起这位突现的美女来 她们更倾向于村正一幕切腹石血腥的场面 各位 今天晚上所有消费免单 另外走的时候 有礼物相送 希望各位能玩得尽兴 千叶锦子微微一笑 她非常熟悉这种场面 也知道怎么应付 叶浩轩看向她的目光充满了复杂 她不确定眼前的这个女人到底是不是郑双双 如果是 她为什么会成为窝国人 如果不是 她为什么会和郑双双长得一模一样 依稀记得郑双双臀部有一小块胎记 叶浩轩不自由主地向千叶锦子的臀部描去 她强忍住要扒下千叶锦子的裙子看看的冲动 医生 久仰大名了 千叶锦子向叶浩轩微微一捶手 淡然一笑 千叶小姐 又见面了 叶浩轩定了定神 打起精神面对这个女人 不管这个女人是什么身份 她都要去面对 她不是正双双的事实 尽管她的相貌和一举一动都很熟悉 我们貌似是第一次见面吧 我看医生的目光有些不老实啊 我觉得 医生应该不是属于那种登途浪子一类的人吧 千叶锦子微微一笑 叶浩轩连忙收回目光 她刚才在寻思这正双双四处的那个胎记 一时间出了神 所以老往千叶锦子的臀部描 想来让她误会了 千叶小姐真是贵人多忘事 当初你那一记脆了剧毒的枫叶刀 可是差点要了我的命 叶浩轩紧紧地向这千叶锦子的脸 不放过她神色上的任何一点表情 如果她是郑双双 那她以这么一个身份 出现在叶浩轩的跟前 那就代表她一定有不得已的地方 她不相信 郑双双真的会绝情杀她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 她都相信她不会对自己下死手 只是让她失望的是千叶影子脸上的表情如常 没有一丝波动 就好像叶浩轩说的事情 跟她没有一点关系一样 她作作诧异地问道 原来医生受过伤 医生的实力大家有目共睹 伤你的人一定不是一般人 的确不是一般人 她是我心爱的人 叶浩轩微微有些失望 心爱的人 千叶锦子明显地一愣 可能是她没有意识到 叶浩轩会有这么一说 她随即笑道原来医生也是风流人物 言归正传 刚才村政一幕与我有赌约 输了 村政制药滚出华夏 现在是不是该兑现诺言了 叶浩轩淡淡地说 千叶子 我输了笔事 我辱没了武士道精神 我有赴天皇重托 让我切腹 村政一幕 用窝语愤怒地喝道 千叶锦子并不理会她 她笑盈盈地转身叶浩轩道 我待她比异常怎么样 不用比 一般情况下 我对女人下不了手 尤其是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 叶浩轩淡然一笑 她的语气有三分轻浮 洛洛 医生是一个怜香惜玉的人 想来对锦子也下不了纵手 你们华夏有爱乌及乌 我想你对我弟弟也不会有过多追究 这件事情 到此为止 你看怎么样 千叶锦子笑得花枝乱颤 也好 看在千叶小姐的面子上 我可以放过她一次 不过以后这家武馆就不用开了 以后开茶社吧 没事的时候来这里喝喝茶 看看窝国一计跳舞 时不时地再弄上几次女体圣 倒也不失为一个好地方 叶浩轩打量这四周道 村政一目双眼 几乎都要喷出火来 叶浩轩的话 触动了她心中的信仰 她怒吼 我不许你侮辱我们武士道精神 不要拿我们的空手道和那些垃圾人渣们弄出来的艺术相比 哦 原来你也认为那是垃圾啊 哈哈 可是你们所谓的武士道精神 不也是垃圾吗 要不然你现在为什么不切腹 叶浩轩大笑道 巴啊 村政一目被彻底的激怒了 他话音一落 叶浩轩就凌空一巴掌抽了出去 浩然真气虚空善出 啪一声清脆的声音响起 村政一目的脸上重重的挨了一耳光 他并不算瘦小的身形 向后旋转飞出鸡米远 叶浩轩这一巴掌 可是鼓足了真气 把他半边脸的牙都抽碎了 他趴在地上吐起血水了 村政一目 武士道的信仰是强者为尊 而不是打嘴上仗 叶行生是强者 你有足够的理由去尊敬他 现在 马上向一圣道歉 千叶景子冷力地喝道 我 村政一目的半边脸高高地肿起 但是在千叶景子凌厉目光地注视下 他不得不憋屈地站了起来 走到了叶浩轩的跟前 重重的一鞠躬 嘴巴放干净点 我想大多数的华夏人最讨厌的 就是你这句话 我也是为了你好 以后还要在华夏混 你嘴巴这样不干净 会被人喷死的 叶浩轩一本正经地说 好像他那一巴掌 真的是为了村政一目好一样 嗨 村政一目重重地一点头 现场引起一阵哄笑 周围的客人已经认出来了叶浩轩的身份 纷纷大喊 医生教训得好 对 娇娇这孙子以后 在华夏怎么做人 四周的呼喊声不绝于耳 村政一目现在恨不得拿刀抹了脖子 但看这千叶锦子伶俐的目光 他不得不低下他高傲的头颅 医生如果没事 不如我们私下聊聊 千叶锦子知道多说无意 他笑盈盈地对叶浩轩说 不必了 今天晚上我已经尽兴了 改天再来叨扰 再见 叶浩轩向二楼包厢一招手 陈玉和他的一众狐朋友狗友们跑了下来 他们的眼里充斥着光芒 他们对叶浩轩简直崇拜得五体投地 医生请留步 千叶锦子突然叫道 怎么 千叶小姐还有事情 我听说你们窝国的女人很开放 你是不是想和我发展一段超越友谊的感情 叶浩轩转身故作诧异地说 千叶锦子的双眼闪过一丝怒涩 但随即他笑盈盈地说 医生如果不介意的话 请把我家传之物留下 你是说这把破剑 叶浩轩举了举手中的寸证 做出一副吃惊的样子 胡说 这是我们村政家族的宝物 代表这天皇对我们村政家族的厚望 不许你侮辱他 村政一幕怒吼道 是吗 你确定这东西对你很重要 叶浩轩惊讶地问 对 非常重要 我要求你马上把它还给我 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这是你们狗屁的荣誉 我为什么要还给你 当年你的曾祖父 拿着这把刀 在我们国家残杀了多少无辜的人 我为什么要还给你 让你拿着他向你们的后世子孙炫耀 你们当初在我们华夏杀了多少人吗 叶浩轩的声音陡然提高 他的话让现场一阵安静 前来这里娱乐的人都是有身份的 听到了叶浩轩这么说 他们突然感觉到很羞愧 是啊 当年窝国人对华夏犯下种种罪行 他们难道忘了吗 他们还来窝国人开的地方消费 民族的仇恨 不能随着时间而被磨灭 作为华夏人 他们身上躺着炎黄血脉 虽然当年的战争很羞耻 但这是不争的事实 不能忘 医生有些偏激了 千叶警子道 我不偏激 你们的曾祖父叫做村政上雄吧 不知道他是否还在人世 叶浩轩问道 曾祖父已经于前年投入 八旗大神的怀抱 千叶警子道 可惜了 他死得早了 我家老太爷当年和你曾祖父拼过刺刀 只是那一次未分胜负 他一直念叨这村政那老不死的 到底死了没有 他还想有机会再和他拼一拼刺刀 分一分胜负 叶浩轩道 原来 我曾祖父和叶老太爷是至交 不知道叶老太爷 可是叶童话老先生 千叶警子道 正是 叶浩轩昂然道 我曾祖父也不止一次提到过叶老先生 可惜他老人家早日先去一步 否则的话定然会再次回来华夏 由一游当年南京故地 千叶警子冷笑道 叶浩轩神色骤然而变 当年 倭国军队血洗南京 是所有华夏人心中不可磨灭的仇恨 他握这寸正的手 突然一紧 他手中的真气 骤然而发 孔子